当地时间11月2日,威尔士亲王威廉和王妃凯特一同抵达了苏格兰 在那里,他们被称为罗斯西公爵和罗斯西公爵夫人 夫妇俩先后前往了伯格黑德、玛里和英弗内斯 和当地的大小民众互动,度过了有趣的一天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 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而因为活动的地点主要是在室外 夫妇俩穿得也都很暖和 尤其是凯特,选择了一件绿色系的格纹薄棉袄 也算是对苏格兰这个地方表达敬意了 作为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 凯特还是很擅长跟小孩子们打交道的 而且她也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亲和力 蹲下身去尽可能地做到目光平视交流 而当被一位男孩问及,你是谁 的时候,凯特很是可爱地回答说 我是谁呢 我和威廉结婚了 随即还用手指了指站在不远处的丈夫 显然凯特不太想用王妃这样的头衔来指代自己 与此同时有分析指出 这表明了凯特的谦逊 她深知自己受到欢迎是源于她成为了威廉的妻子 而并非自己有多么了不起 不过随后就有几个小孩一口同声地说道 你是王妃呀 对自己的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有绝对安全感的凯特 当天也赢得了王子丈夫的贴心呵护 尽管众所周知他们是一对甜腻的老夫老妻 但很少在公开场合秀恩爱 不过当天威廉却在不经意间搂住了妻子的肩膀 虽说是挺简单的一个小动作 但还真是挺能感觉出他们之间的深情的 而且这个躺洒的也是刚刚好 不仅不让人感觉酷得慌 而且也很自然 没有刻意而为的用力过猛 从一个画面可以看出 当地人对威廉凯特这对夫妇的重视 路边的围观队伍真是一眼望不到边 而且还有不少人还是带着自家爱犬来的 热爱运动的凯特 还在参与活动时展示了自己的骑车技能 通过木板搭建的小桥时很是顺利 可见平衡性还是相当不错的 威廉也在随后顺利通过了 估计身为摩托车爱好者的他 面对这样的小障碍还是会轻松解决的 虽然威廉展示了身体的灵活性 但当他前往一所学校 并让学生们猜自己的年龄时 结果让他有些沮丧了 一个孩子回答说 我猜你57岁了 威廉有些震惊地回答说 我没有那么老 这也惹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起来 当然也包括他挚爱的妻子凯特 不知道那个孩子是不是在开玩笑 但显然缺少头发的王子 的确容易让人误会他太过成熟了 虽说威尔世家的三个孩子 当天没有跟随父母参加活动 但他们却也得到了礼物 三只可爱的泰迪熊玩具 而威廉则是透露了长子乔治最近的爱好 喜欢上了铁人三项运动 而且10岁的未来国王已经了解到 往鞋子里面添加滑石粉会有助于成绩的妙招 并将其分享给了同学们 据悉添加滑石粉可以防止摩擦 并降低滑倒的风险 此外还有助于运动员在比赛中更容易的换鞋 每次来苏格兰 凯特的服饰上都会带点苏格兰格子元素 这一次也不例外 威尔士王妃穿了八宝丽家的菱形格子航风棉夹克 搭配退黑色威蜡牛仔裤和深棕色切尔西靴 时尚 大方又舒适 保暖 这身形头也非常切合当天的户外运动主题 又到了11月 凯特和老公按惯例又都别上了阴素花胸针 嫁入王室这些年 凯特不仅能很好的驾驭大珠宝和常礼服 也能很轻松地搞定这身时尚又休闲的穿搭 不过 还是那句话个花入个眼 有人觉得好看又时髦 有人就觉得土气又过时 因此 这件售价1350美元 折合人民币9900元的航风棉袄 再一次让威尔士王妃的评论去炸了 观点也很两极化 有网友觉得 这身太土 也有网友表示 这航风棉袄穿着真像村里出来的 当然了 也有网友赞这一身很适合凯特 而且 这一季也很流行这种航风棉袄 凯特在保暖的同时 也跟上了时尚的脚步 话说 航风棉袄是英国时尚时尚不能缺的一笔 当年女王美美去乡村度假 经常会穿着航风棉袄 带着各式花头巾去骑马 为了配合妻子 威廉穿了深绿色夹克 搭深蓝色休闲裤和棕色皮鞋 说到威廉在苏格兰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他的格子恐惧 王室成员在苏格兰 身上多少都会带点格子元素 查尔斯三世每次到苏格兰 外出公务或私下里 大多会穿苏格兰格子裙 而威廉就很抗拒这一点 上一次格子元素在威廉身上出现 应该还是在他童年时而看 现在这个架势 英国王储貌似也没打算对格子妥协 只能等到他继承王位时 再看一下他的坚持能到几何了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久不露面的哈里和梅根终于出门了 两口子拉家带口的出现在小镇的街头 好像是要去参加万圣节的 不给糖就捣蛋的活动 照片依旧是做鸡拍的高湖画质 不过也能看出来一二 首先是格儿姐依然保持了他 不管不顾的抱娃风格 他一边跨着个大书包 可能带着孩子的随身用品 另一边二丫头像个破包袱一样 被他随便移加就带出来了 孩子的裤脚被高高吊起 脚踝露在外面 冷不冷不知道 不舒服卡当是一定的了 公爵夫人还戴了一顶 代表王室风格的大颜帽 时不时地就会戳到二丫头的脑袋 所以孩子的头离他很远 尽可能地向后仰 为了节日气氛 格儿姐还给闺女 披了一件粉色的斗篷 但是在格儿姐的嘎吱窝下 斗篷团成了一团 像个棉花糖一样 戳在孩子的背上 但是格儿姐并不在乎这些 她昂首挺胸地大步向前 好像在向好莱坞的妈妈 巨星致敬 因为那些顶流 也是这样家包袱式的抱娃的 至少在抱孩子的领域 格儿姐终于做到了好莱坞同款 公爵夫人的内外兼修 里里外外一把手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人 设算是立住了 至少她自己是这么认为 只可惜 格儿姐没机会 在议会上表演奶孩子 这对着吃瓜群众来说 多少是个遗憾 相对而言 二老爷带着阿琪的戏剧表演 就少了一些 爷俩东张西望 貌似在认真的讨堂 只可惜 小镇上人烟稀少 只有一家带宝宝的小家庭 出现在画面的右上角 但是人家并没有注意到 身后有这么重要的 现眼包 一家子出现 全家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婴儿车里的小宝宝身上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画面中可能是孩子妈的女子 把头转向另一方向 反正如果哥儿姐不主动和人家打招呼 人家是绝对不会发现她 和她搭讪的 好吧 再仔细看看 那一家人哄孩子的样子 确实有点太认真了 说他们在故意地等公爵 一家子过去 也说得过去 真为哥儿姐的俩孩子难过 攀上这么一对爹妈 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和他们接近 他们能掏到多少糖 人们总不能说 对不起宝贝 我们不是心疼糖 我们是派你爹妈身上的电子设备的 看照片 二丫头的头发又变成黑色的了 看来最近哥儿姐需要的非洲元素比较多 处于外产阶段 毕竟老公爹这几天去了肯尼亚 在哥儿姐老祖宗的发源地 老头居然一嘴也没提她 反而把大嫂凯特夸了一遍 说她是亲爱的儿媳妇 这让哥儿姐很不舒服 她觉得有必要提醒国王 她还可以对主家说 我有一个长得和你们一模一样的儿媳妇 可以拉近彼此之间距离 看看 我们夫人为了老王家 也是担惊节律 此而后已了 尽管离开了恩多年 还瞄着对家的一举一动 可算是王家拗我千万遍 我带王家如初恋了 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么不领情 搞得哥儿姐出个门都没人搭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